接着带你来品尝美食 旅居法国27年的主厨周秀梅 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 今年是回到故乡厚礼 而非常喜欢咸派的她 在巷弄间就开启了一间工作室 以厚礼在地的马铃薯南瓜等食材入派 新鲜又不含添加物的好味道 让她短短几个月就打响了名声 周秀梅说目前咸派在台湾的普及度并不高 但希望就有她的分享 让更多乡亲能够认识这一道来自法国的道地滋味 在馍里面 擀好饼皮放入新鲜的特制肉馅 接着放进烤箱 瓢除阵阵香味 旅居法国27年的主厨周秀梅 相当钟爱咸派 8年前才回到台湾 在台北开启法国餐厅 而今年为了照顾母亲 回到故乡厚礼 开启咸派工作室 希望让更多在地人能享受 来自法国的道地滋味 年纪也大了 然后妈妈又老了 我就决定放弃台北的一切 回到厚礼故乡 然后因为我一直不能忘情贤派 我在台北的时候餐厅 也有把星期四定做贤派日 就是那一天是专门供应贤派的 所以贤派跟我是离不开的 就是一辈子都在做贤派 切开刚做好的南瓜派放入盘中 周秀梅说他喜欢找寻在地食材 将最新鲜的味道融入派中 例如厚礼的番茄 南瓜以及马铃薯 都成为最佳食材 不但新鲜 也希望能借此支持在地好农 因为都是香礼在买嘛 让他们大家吃到 不用花很多的钱 可以吃到很不一样的欧式的东西 而且没有添加物 现在食安问题那么严重嘛 所以我希望因为 也可以说因为带动 让我来带动这种吃天然的食物 不要吃食品的风气 在枫园厚礼这边 比较少这种天然食材制作的派 通常都是做好然后下去烤什么的 比较容易添加一些有的没有的 这个看起来就比较天然 然后就是比较好吃 墙上的法国报纸 与历史悠久的街景照片 朴素的工作室 依然能看到法国风情 周秀梅说 目前贤派在台湾的普及率不高 而热情的他 以平易近人的价格 在乡下卖起贤派 希望借吻他的分享 让法国的经典美味 在后里开始发酵 记者李云轩台中台网报导 昂 昂 是最棒的